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下这个清朝人的这个辫子 它的辫子的一个由来,它为什么要去留辫子 以及它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阴阳头 就是为什么前面全都剃掉了 为什么后面留一点点 就是跟一个小老鼠的尾巴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以及它这个辫子特别特别的脏 有多脏 接下来我来就一一给大家分析 汉族作为这个这个农耕民族 深受儒家文化的这个熏陶 非常的孝顺 就是对这个孝道极为的重视 而孝经中有一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因此汉族呢将这个这个续发作为孝道的这个象征 丝毫不敢损伤 然而这个汉族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毛发情节 却在这个清军入关后遭到了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清朝统治者 游牧民族出身 为了这个便于这个狩猎 经常会把头发剃光光 没有续发的这个传统 因此早在崇祯17年 清兵入关时就颁发了这个剃头令 剃头发 规定清军所到之处 无论是官民 现十日内剃头 不从者就马上就斩掉 这个这个剃发力的这个目的呢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宣扬 女真族的这个剃发传统 摧毁汉民族的这个自尊心 以便于他们这个满清统治者的一个封建统治 因此在这个清一代的这个267年间 华夏大帝的这个男子都留着这个不伦不类的这个阴阳头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异族之人 统治者作为异族的之人 生怕受到了汉文化的一个同化 因此呢 一入关 就不遗余力的这个推行这个剃发令 口号十分严厉 这个口号就是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很多不愿意剃发的这个人都敢 就受到了这个清军的残忍的这个 这个镇压 在清朝统治者的这个暴力威慑下 汉族男子不得不违背这个祖训 剃发流变 没办法他们要生存嘛 对不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清宫剧中 所演绎的这个阴阳头 阴阳头就比如说那个吴二哥 就是他可能就是前面前面这个地方 全部剃掉了 然后留了一半 他就是阴阳头 一半是一半是白色的 就是剃光了 一半就是很多头发 然后留一个小辫子 这个不是这个清朝最初的发型 清朝最初的发型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是有一个金钱鼠尾 是什么叫金钱鼠尾 所谓这个金钱鼠尾就是头颅周围的头发 全部剃掉 就留在留一点点 就是一千大小 然后编成这个细变 编成这个细变 粗细正好通过这个 刚好就是能通过这个孔方胸 中间的这个小孔 孔方胸就是那个铜弦 我们就是所说的就是一千 一千大小 可能就这么多 一个小孔 看起来像一个细细的老鼠的尾巴 这个秦世贞 在这个福泽技草的这个一书当中 有描述过这个辫子 他是这么说的 叫洁便下垂 行如鼠尾 不堪入目 就是不好看 很难看 那么这个清宫剧中的这个阴阳头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阴阳头出现的时间很晚 也非常的短 清政府日落西山之际 正是阴阳头遍地开发之时 这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并非 并非一朝一夕 并非就是突然改变的 据这个史料考证 1799年之前 也就是乾隆皇帝之前 清朝的发型变动不大 顶多就是所留头发 从一千大小变为三四千大小 依旧是细细的一缕 1799年之前 头发的这个变动就比较大了 很快就从三四千大小变成了五六千 八九千 留发面积呢 就越来越大 直至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清宫剧 所里面看到的这个阴阳头 一半一半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续发的多少 和这个清政 和这个这个清朝统治的这个强弱 正好相反 乾隆是分界线 乾隆之前 国胜 国势强盛的这个时期 替发特别的严格 乾隆之后呢 日渐衰弱 续发增多 这说明替发令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是违背历史趋势的 清朝统治力强大时 尚能以暴力威慑 一旦统治衰弱 人们的头发就会越来越多了 就是它是这么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 大家心知肚明 就连统治者也默然允许了 尽管如此 直到孙中山 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 人们依旧留着这个辫子头 而这个辫子头呢 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丑 这个辫子 最大的问题就是脏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清朝人的辫子 为什么脏 它到底有多脏 受思想观念和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古人是很少领域的 一来当时没有自来水 没有自来水 取水的话就是非常的费时费力 它可能就是天天要去挑水 就是比较费时间又很累 所以就是很少去沐浴的 很少去洗澡 二来这个古人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封闭性不是很好 冬天室内温度很低 达不到这个领域的这个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 古人认为洗澡 它是对身体不好的 有这么一点 这个在古今一同大全里面都有讲过 就是说洗澡对身体的种种的一些不好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封建社会中 上至王公大臣 下至平民百姓都很少领域 据史料记载 清朝时 王公大臣大概一个月才洗一次头 而普通老百姓 他可能一年都不洗一次 他可能一年甚至两年 他才洗一次头 古人在这个清朝之前 虽然也很少洗头 但是那个这个头发呢 好歹是散开的 在清朝之前 所以时常用梳子可以梳理一下 不会积攒太多的灰 而清朝的这个辫子 它是缠在一起的 缠在一起的 就是说无法去梳理 而为这个垃圾 这个泥垢 跳蚤 提供了狮子 提供了就是很多良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达官贵人呢 就是一些比较有钱的 贵人每隔十来天半个月 他也是会解开 清理一下 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呢 就是他们每天都可能会比较忙 忙又劳作啊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打理 所以一年可能也不会解开一次 所以说就里面积攒的这个垃圾 堪比一个小型的一个垃圾厂 特别的可怕 一个到过清朝的英国女子 曾经有幸见过清朝人 斜头发 巨大回忆 辫子一解开 就一股恶臭袭来 里面的这个污垢 小虫子 小狮子 就哗啦啦的哗啦啦的 就掉了一地 看着他当场就吐了 事后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我只能说这个画面太美了 我都不想继续往下讲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脏 味道很重 所以呢 讲到这边我们就可以 就是总结了 就是知道了这些以后 就是恐怕我们就是很难在直视以前我们看的《清空剧》中的一些光鲜亮丽的阴阳头 就是你以为是特别好看 然后特别干净 其实它是会很有味道的 当然这个这个辫子头作为这个特定时代的这个产物 我们不能站在当下的这个高度 对其有过多的这个要求 这也不符合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这个历史分析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将辫子头作为这个研究清朝历史的一个切入点 通过分析这个辫子头的一个演变过程来研究这个清朝统治力的一个强弱程度